你对泰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或许你会说人妖文化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表面上打扮精致的小姐姐 他们的生活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亮丽 泰国人妖的真实状况 远比你想象的妖产 尽管他们看似在风俗行业中 能赚到一些钱 但很多人需要忍受顾客的冷漠 甚至暴力对待 同时他们为了维持外表和健康 每月必须花费大量的药物费 再加上要补贴家用 钱没有赚到多少 反而负债累累 泰国的人妖文化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 当时美国士兵因为越战失败 逃到了泰国 尤其是巴提亚这个地方 这些美国大兵需要发泄寂寞 而当地的男性为了赚钱 开始男扮女装 是不是觉得美国大兵的这种行为 有些难以理解 但美国大兵不仅接受了 这些男扮女装的伴侣 还因为不需要担心怀孕等问题 而更倾向于选择人妖办 以巴提亚为中心 这种现象逐渐扩散到了泰国其他地区 并最终形成了如今的人妖产业 如今泰国6000万人口中 约有60万人是人妖 而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为什么选择当人妖呢 真的都是自愿的吗 收入都不够买药 30岁就被退休 你知道在泰国成为人妖有多难吗 泰国的人妖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的人妖通常是那些 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 或者因为爱情而选择改变自己 而更多的人妖则是迫于生活的非自愿者 有些家庭因为贫困 会在男孩很小的时候 就把他们送到专门的人妖学校 在这些学校里 孩子们接受化妆穿搭甚至是使用药物进行身体改造 这些孩子大多在五六岁时 还未对自己的性别有明确认知 就被迫接受药物和训练 逐渐从男孩变为人妖 由于泰国法律规定 只有年满18岁才能从事特殊行业 成年后这些人妖则不得不面临一个关键选择 进入歌舞团或者拱登区工作 而那些外貌出众 身材优越的人妖则有机会 进入人妖表演团 每月挣到三千只一万泰铢不等 虽然不多 却足以维持生计 而无法进入表演团的人 只能成为新工作者 靠一碗几百泰铢的收入 勉强维持生活 然而收入随着年龄和人貌的衰退逐渐下降 特别是到了28岁之后 由于长期依赖药物保持外貌 人妖的身体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迹象 接下来的生活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场艰难的考虑 退休后的泰国人妖生活有多惨 泰国这个崇尚 英柔美和性开放的国度 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问题相结合 导致人妖产业不断壮大 泰国人妖的工作不仅限于娱乐行业 还成为了国家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泰国法律明确禁止特殊服务行业 但为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行为无以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默许 360行行行出状元 人妖行业也不例外 做得好的也能出窗 一些人妖只要10年就能挣到一辈子的财富 一位泰国人妖城透露 他每月平均工作20次 每次赚取200美元 以泰国人均收入来看 这工资确实不低 但其中一半要寄回家里 剩下的100美元不仅要用来维持生活 还要购买昂贵的药物维持美貌 生活压力远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28岁之后 他们的身体开始因为长期服药而出现各种问题 无法继续工作 只能被迫转行去做一些收入微薄的体力活 比如餐厅刷盘子或商场销售 此外 由于从事特殊行业的高风险和长期服药 很多人妖还患有艾滋病 宋母通常不超过40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泰国人妖大多短命 在看到泰国人妖的现状后 不仅让人联想到韩国 咱是少年老正当义气风发 却偏偏爱上娘炮文化 当娘炮文化风云之时 韩国会成为下一个泰国吗 蜜蜂之人后为什么会死 动物鸡的生存策略各有不同 但蜜蜂的生存策略却是其中最为奇葩的 有点像自暴冲击 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我们都知道动物的生存策略 不管是攻击手段还是防御手段 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可是蜜蜂在遮人后 内脏会被连带扯出 就跟猎狗掏钢猎物后 导致的肠道外露一样 后续基本上是活不成了 从表面上看 蜜蜂遮人即使的特性 好像尤为常理 因为如果能像狐蜂那样连续遮人 不仅可以抵御外敌 还能持续为蜂群共享 这无疑是一种更高效的生存策略 那为什么蜜蜂会演化出 这样一种不利于自身的机制呢 蜜蜂被誉为世界上最勤劳的昆虫之一 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5天 但几乎从不休息 它们从羽化起就忙于采集花蜜 夜晚则聚在一起三栋翅膀 来清除水分为蜂蜜提存 保证蜂群的生存和繁衍 与其他蜂类相比 蜜蜂表现的也相对温顺 就算我们穿越花虫 它们也大多忙于劳作 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只有当人类对它们构成明显的危险 比如想捕捉或靠近蜂巢的时候 蜜蜂才会采取防御行动 所以蜜蜂攻击人并不是想要攻击 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尽管这样做会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蜜蜂不采取这样的极端方式 可能无法有效抵御外来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蜜蜂遮了人还能再折 为什么蜜蜂不能进化出蜂蜂的机制呢 蜜蜂遮人就是居然有三个优点 你知道吗 第一 从攻击性来说 作为蜜蜂的主要天敌 蜂蜂体型较大 还满嘴尖牙 给蜜蜂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蜜蜂那独特的带滑片的视针结构 能够轻易的刺穿蜂坚硬的外骨骼 从而实现有效防御 这种结构使体型较小的蜜蜂 在蜂蜂面前也有一战之力 第二 从族群利益出发 蜜蜂遮人后死亡 实际上有利于整个族群的生存 虽然表面上看 蜜蜂的死亡减少了族群的数量 但因为有了蜂王的存在 蜜蜂的繁殖能力极强 能够迅速的补充损失 更重要的是 当蜜蜂遮入动物体内再拔出 可能会顺便带走一些有害病菌 如果蜜蜂在遮人后没有死亡 这些自病员可能会随起返回蜂巢 直接一死死一窝 第三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 蜜蜂遮人后释放出的浓烈信息数 对蜜蜂族群有着重大意 这种信息数向蜂群传达了强烈的入侵警报 表面有外敌入侵 且已有同伴牺牲 这使得整个蜂群能够迅速的做出反应 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威胁 所以蜜蜂遮人救死不是因为他们笨 而是他们也没想到 会有人类这种庞然大物的出现 原本只是跟狐蜂battle一下 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最优策略